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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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期权角度都会给大家 从不同维度做出对今后市场的 一个简单分析 刚才也提到了三大指数 今天维持了反弹走势 但是成交量萎缩 行业板块是多数收涨的 基建板块掀起了涨停潮 像装修装饰 水泥建材 化肥行业涨幅都是拘前的 贵金属行业今天跌幅拘前 北向资金 全天的净卖出是16.23亿元 连续三个交易日是净卖出 这是一个简单的交易情况 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 对后市的分析 那君臣 我记得 你是最早提对市场 要小心 然后是在春节之前 告诉大家差不多了 那时候有点翻多的 是的 明确翻多的 感觉 也提到了新老基建这个方向 那现在呢 因为毕竟新老基建 尤其是老基建 在春节之后 已经有不错的一个上涨了 那你现在对市场 看多的成分多 还是看空的成分多 其实整个市场更多是 呈现一个结构的一个分化 其实我们说 去年12月初的看空 包括在1月中下旬的 这样一个看多 整体来说 方向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赛道依然维持谨慎 但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稳增长 我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稳增长很有可能是 未来一到两年当中 整个市场最重要的 这样一个政策主线 也就意味着 未来的这样一个总量 它的一个市场考虑的优先级 要远远大过 这样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所以反映在市场的一个层面 我们当时也用过这样一个词 叫风格的一个切换 认为现在只是风格切换的一个开始 所以对于这两者 我们都没有发生太多的 这样一个偏离 在春节之前 最后一天的这样一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有过讨论 是不是在节后会有 这样一个绝地反击 当时我们是说 不要用绝地反击 来进行对于市场的 这样一个描述 其实我们看到了赛道 并没有绝地反击 但是另外一边 稳增长其实是一路高革门进 所以如果还要对未来 去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话 确实旧基建短期累计的涨幅 已经很大了 但是大家要记得 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体量 稳增长的含义 一定不仅仅是旧基建 所以稳增长接下来 大家要更多的去寻求 更多的发散 它不会只是落点在 包括机械 包括工程 包括建材 这样的一些 非常传统的行业当中 它一定会被赋予 更多的这样一个内涵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多的 这样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向 所以稳增长 如果出现分歧 如果出现下跌 还是和春节之前 一样的表述 如果它出现调整 那就是加仓的机会 但是另外一边 赛道这一边 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 反倒是减仓的一个时间 所以对于这两个的一个判断 无论是去年12月开始的 对于赛道的这样一个谨慎 还是说在1月中下旬之后 对于整个稳增长的 这样一个看多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其实依然是维持着这样一个 核心的这样一个判断的框架 也就是说稳增长这条线 到目前为止 还能继续观察 其实我用的是 可能在现在听起来 可能更加乐观的一个判断 我认为稳增长是 未来一到两年的政策主线 也是说这个中长期 都可以继续看好 是的 那详细的内容 我们一会儿再挖掘 那杨剧教授 从目前情况来看 就是春节之后 整个市场的这种下沙的压力 到这儿市场能承接吗 尤其我们看到的外围也好 还有我们内在的 尤其今天也公布了 一些经济数据情况 一会儿我们还会细聊 就整体这种宏观状态 支持整个市场 在这个地方 奇闻反弹吗 我先给出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对 我觉得是可以支持的 首先我们看到 就是今天出来的这个数据 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如果再 就是看看 就是整个国际视野的话 就是目前欧洲 美国的整个 就是这个资本市场 也基本上已经稳住了 他们的那个是恐慌指数 也已经在冲高之后 进行了一个 就是逐步再恢复正常 所以 结合就是 那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话 它的大概率的方向 我觉得它可能会 进一步的抑制住 大伦商品的上涨 那么 我们有一句话叫 通胀无牛市 因为在不断地通胀大背景下 那么就是 就是那么 就是利率可能会上升的 所以那么就是 目前情况下 就是我个人判断 就是原油可能是 最后一个见顶的商品 因为它的宏观驱动因素 是最强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说 商品基本上是 见顶回落的话 那么整个市场 它其实就可以回到 一种均衡的状态当中去 那么尤其是在去掉 一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其实就是这些 地缘政治因素 并不必然引导 就是说这个 这本市场的价格变化 这个其实只是情绪的影响 所以我的判断 就是这个国内 无论是宏观 还是这个我们经济层面 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尤其是 我觉得需要强调 就是在节前 有一个非常 这个市场的 一种非理性的下沙 已经释放了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这个 空头的筹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如果我觉得 就是躲过了那一波 因为我之前 就是这个春节前 来做节目的 我当时我们说 其实我们也是 这个暴跌是躲过人的 躲过了那波之后 其实事实上 目前整个市场 就是已经进入了 新的一个状态 就是是在修复 修复并且回答的 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这种状态 我今天比较乐观 其实事实上 我是从上次做节目 我就说不要乐观 就是因为你躲过暴跌之后 其实事实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抄底的一个机会 那么目前大的一个趋势 是震荡 就是弱势震荡的反弹 因为外围的这个市场 还没有稳定下来 所以总的来看 我觉得就是现在 没必要恐慌 因为恐慌已经过去了 那是在牛年的尾巴 现在是虎年代开始 那么当然就是市场 在选择就是这个板块的时候 我个人建议 还是要就是顺从大的趋势 大的趋势 比方说刚刚俊成说到了 就是这个稳增长 基建 因为这个所谓就是热点在哪里 就是资金在哪里 那么可能机会就会多一些 那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可能你去看那些 就是热闹的方向 可能是欣欣向荣的 就是千万不要抱着 那个就是跌跌不休的股票 所以整个就在于 你怎么认知这个世界 以及怎么认知 这个投资的这个组合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顺一些 也就是说认清这个趋势 就是整个市场这个状态 对对对 就是大的一个环境 以及就是说 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参与在里面 因为我们是要顺从这个市场 我们没法创造这个市场 来 余丽 那也是在春节之后 第一次请你来 从价量拨这个角度 先给出短期市场 就是整个的一个评判情况 因为我记得在春节长假之前 曾经提到过 就是这种双开的这个策略 一般长假当中 一般用的这个期权策略 那我们现在用期权这个角度 来看看现货整个市场 在短期是不是有这个气温的可能性 首先给出一个大结论的话 从期权 包括期指和现货 综合结果的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的话 我觉得中期是一个上方有压力的格局 而短期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 也就是中期有压力 短期有支撑 这么一个结论 其实中期有压力的话 我们从一月份的这个整个价量波数 就可以看到 一月份市场在往下跌 跌的过程当中 机构之间多杀多 然后到了最后一周的时候 出现一些恐慌盘的下刹 这些下刹所导致的结果就是 各大指数在一月份都下穿了一根非常重要的趋势线 就是月线级别的二十月均线 这根均线非常重要 因为历史上如果这根均线被跌破的话 一般要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这个元气 比如我以护生300指数为例 护生300指数的话 你要是回头看近十年 一共是下刹过四次 这四次后呢 分别是花了大概是17个月 12个月 6个月都有啊 比如说2013年 2013年的6月份下刹以后 是花了17个月 才重新回到以前的高点 然后这个2018年的6月份 也是下刹了 然后是一直到2019年的2月份 才重新回到前期高点 所以说这个结果就是 整个市场的趋势被迫以后 你不得不承认 在整个修复的过程当中 肯定是很缓慢的 这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中期的压力在上方是 肯定是存在的 另外的话就是 从私募盘的角度来说 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一则消息了 就是有近千只私募 是由产品 是面临这个预警线 包括是止损线的压力 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因为去年的三四季度 私募的这个发行量太大了 等于从基金业协会的数据 可以看到 尽管当中是有一些股权基金啊 但是我相信二级市场的基金 也是很多的 那么去年三四季度 是私募扩张期最厉害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所发行的产品 即便是采到了赛道股 或者是周期股的话 那么它在四季度 随着赛道股跟周期股的回落 它的静止也很有可能回到一以下了 那么回到一以下以后的话呢 在一月份这波下刹的话 纷纷就有可能破一 这个我们实盘的人是最清楚的 那么破了一之后的话 有些量化产品 它可能是预警线设在0.9以上 主动的话可能设得低一些 由于这个紧箍咒的存在 那么当市场反弹的时候 如果你将心比心的去想 你是会在反弹中去锁静值呢 还是你在反弹中是持有不动 所以这个也是 从资金微观结构的角度来说 也是有压力的 那么短期我觉得有支撑呢 就是因为最近从节前到节后 波动率下降很快 节前的这个护生300波值 有24到25那么高 而节后现在只有17 18了 突然下降这么多的波值 意味着大家目前 没有做多波动率的情绪了 所以从波的角度来说 目前短期反复的这个震荡之后 已经有一定的企稳迹象了 所以短期是有支撑的一个结论 价量波从这个期权维度 给出我们一个短期有支撑迹象 但是中期可能有压力 就是刚才是有这样一个结论 那其实回到我们这个A股盘面本身来看 其实这两天还是有些变化的 君臣 那我们看到整个市场 就是它这种杀跌的一个状态 大家看就是各结构各层次 前两天也有一些这个分析师 是用公募 私募 油资 中小散户 就不同的资金类别 在市场当中的承压状态 和这个估值的这个输赢盈亏情况 来反观整个市场这个杀跌 在这个位置当中 还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杀跌出来 因为它是先压 后谈了一段时间 虽然刚才说我们从各种迹象来 试图探讨它的企稳性 但是还有没有这种杀跌动物 我觉得从整个市场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 应该来说活得最滋润的是一些短线资金 虽然这当中也会有大量的一些损耗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最近这两个月 其实三个月时间 从11月份开始 其实就已经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就是机构重仓的品种已经长不动了 但是那些没有机构持仓的品种 却是比较欢畅的 这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包括在基建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再说相对来说比较难受的 就可能来自于一部分的 这样一个绝对收益者 就是一些私募 可能一月份主要砍仓的这样一个主力 我认为就是来自于私募 因为确实迫于这样一个静止的压力 他们不得不去把一些仓位 特别是高仓位去做一定的这样一个削减 去应对后面的这样一个市场 所以可能更多一月份的这样一个下跌 包括在春节回来之后的这样一个下跌 是来自于绝对收益者的这样一个砍仓的一个动作 但是另外一边其实让我们中期 特别是中长期一直有非常大隐忧的 依然是来自于公募 其实公募现在的一个市场格局 和去年春节之后下跌完的一个市场状态 完全不一样 去年其实在春节下跌完之后 白马经过一轮下跌之后 其实公募的时候手上还有三四千亿 没有动用过的这样一个资金 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现在其实整个公募面对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仓位在下跌过程当中被动的一个提高 但是没有新增的这样一个子弹 并且在去年四季度 我们当时说过 他们加仓的主要方向 包括军工 包括电子 包括电芯 在今年一月份的这一波 绝对收益的这样一个砍仓过程当中 都是下跌非常惨重的 也就意味着 现在公募他们已经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手脚 可以腾挪出来 甚至自救其实都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号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在未来市场运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是依然回避现在机构重仓的 特别是公募机构重仓的那些主流的一个赛道 无论是从我们说估值 还是说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 再包括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 现金持仓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都不健康 短期其实我们很难进行这样一个评判 但是中期整个的一个风险释放 我认为还没有结束 也就是说你这个结论其实跟余力 从加量拨角到中期有压力 还是有类似的这个结论 只是在短期是有这个相同 也有相同 短期其实我们不针对公募 包括一些赛道去做这样一个判断 因为确实短期的一些跌幅很大 我们只是做一个中期的一个判断 那其实杨军老师刚才我们也在探讨 就是短期如果市场有这个气温反弹的可能性 这种反弹的结构我们怎么去揣摩它 因为可能大家也在对话过程当中 也好像透露出 去年跌得多的 今年好像没怎么跌 这一波就没怎么杀跌 但是去年赛道当中长得好的 今年就是这个杀跌的一个主力军 好像大家这个对话当中 也透露这样这种结构信息 如果说能气温反弹 往下走一段的话能短期 那我们在反弹结构上应该怎么看 对 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就是其实我们发现最近比较活跃的 就是我刚刚说资金在追逐的那些 都是在下面盘整了一两年了 然后长期盘整 然后筑底 然后突然之间暴涨 包括就是最近非常大热的基建 是吧 那么就是确实我觉得就是这个 跟它的就是它的核心 就是它的抛压小 就是获利盘少 它就已经挣了一两年了 确实大家都没有赚钱 但是刚刚那个就是这个 我们业内都说比较多的 就是说赛道股 刚刚再上的钱其实不能碰了 也就是说这个大的结构上面 就必须要选 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低价股 低价的在相对低位的盘整了一年以上的 相对业绩又还可以的 彼此它符合那个就是这个大的政策方向的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热点 我觉得这其实可能就是维护市场热度的一个大方向 那么刚才就是这个两位 其实都对中期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谨慎或者悲观 我觉得其实我们说排除了那些高高价上的赛道股 那些去年的明星 其实我们说50我觉得其实也跌不动了 也就是说你就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后面的系统性风险 如果说如果说大家认为有系统性风险的话 那么50就有问题是吧 那么然后一起去继续往下 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系统性风险的话 那么50这个位置上其实事实上它就跌不动了 那么就是我认为目前情况下是震荡的缓慢的反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 如果能收回到3500到3600之间 也就是说这个这波暴跌 就是又重新把它cover掉了 我们就说就是那个年尾那个悲串的暴跌 cover掉之后 市场重新回到那高度之后 那么刚刚两位说到了 就是说所谓的那个平仓线也好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看法了 整个市场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个均红的位置 那就可能不一定要砍仓 客户也并没有那么害怕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只要50稳住 现在300其实因为作为对冲的指数 包括它的期权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只要50稳住 然后就是市场能够有一定的热度 逐步返回到3500到3600左右的位置上 可能整个市场的观点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所以我相对二位来说偏乐观一点 我认为就是要走一步看一步 不是说一定不能下去 也就是说如果欧美还是大幅地往下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能会被带下去 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我们本身没有系统性风险 50撑住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那其实余力就接着刚才杨剧教授的这个话来说 就是海外市场就是尤其是美国期权市场当中 它表现出来的整个这种状态怎么样 是不是也能给我们看看 因为这段时间这个关联性太强了 美国市场的话呢 就是熟悉期权的朋友肯定会知道一个恐慌指数 VIX指数 那么其实在美国的话 我观察了非常多年来做过大量的回测 就是VIX指数跟标普500 它们基本上已经是个同步性指标 就是你标普500 今天如果晚上隔夜你看到跌23% 那么VIX指数肯定是大涨的 就毫无疑问 所以它的参考性就已经没有国内的波值这么强了 国内波值比如说我升波三个点五个点 可能指数还没有跌出来 这个时候它比较有意义 那么到了现在的话 如果你要再看美国市场的VIX指数 能看出什么的话 还有什么先行性指标的话 那你必须去看这个VIX的各期货的价格 是升水还是贴水 我今天带了一张图 有一张图是各月份的 美国各月份的VIX期货 因为我们知道期货 它有这个升贴水的概念 有个升贴水的概念 那么我就是截了两张图 一个是上个星期五的 一个就是今天的 那么左边是上个星期五的 右边是今天的 我圈出来的地方就是 各个月份VIX期货的价格 那么如果近月的价格比较高 远月的价格比较低 那就代表大家对现在当前比较恐慌 这个叫做贴水 然后反过来的话 那么近月的价格比较低 远月价格比较高 它是升水 那么就这么三天 VIX的期货已经从贴水变升水了 也就是它的恐慌情绪大量的消散了 这个在历史上来看 比VIX指数就是更加有先行性的意义 这是我们做的测算 实际上如果各位朋友的话 如果以后大家去有兴趣 去看美国的VIX指数的话 可以从我现在这张图下面 有个网址 就3w.cboe.com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网址上 你都可以看到免费的数据 上面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近月的VIX期货价格高 还是远月的高 那么历史上 基本上美股每一次10%以上的跌幅都是从贴水开始的 所以说每一次贴水我都非常的谨慎和关注 那么今年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1月底 一次就是2月11号上周五 但是这一次2月11号迅速的它在这周就把贴水就收掉了 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美股上的对包括俄乌的局势啊 包括它美联储自己的加息路径啊 至少目前表现出来的情况是没有上周这么恐慌了 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 就是美国期权市场给出的这个变化 就外围市场的整个恐慌情绪是下降了 也在气温当中 也在气温中 其实每次我们可能多维度的来看一看 可能对这个市场的观察就更客观更全面一些 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 整个市场可能有一些新发私募的一个紧接线 就是面临紧接线的一个问题 那像俊琛在市场当中 我觉得每一次市场啊 它有很多信号说 在这儿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仓位提上来了 慢慢加仓了 加仓这个方向啊 好像也渐渐的清晰起来了 现在这个时点 到没到我刚才说的这个时候 如果到了 是不是可以提上来 如果提上来 往哪个方向去提 其实在短期来说的话 我觉得市场依然不算特别明朗 但是中期来看的话 我依然市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的一个风险依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释放 其实有几点吧 一个是来自于赛道 其实我们之前说到了 公募这边的这样一个市场结构 依然是非常糟糕的 这种糟糕 其实在后面的这样一个反弹过程当中 我认为他们是会有砍仓动作的 并非说有一波相对来说 像样的这样一个短期反弹之后 后面就风平浪静了 这不会 因为从公募的这样一个 诉求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可能去年白马下跌之后 他们是死死去进行这样一个守护的 不会去抛弃这样一个手上的一个筹码 如果从相对收益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今年出现这样级别的一个下跌之后的话 很可能后面人心就不齐了 所以如果有反弹的话 后面依然会面临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 特别是在他们重仓的一个环节 所以你要问我整个市场 到底到了哪一个环节 我觉得依然还是处在一个 对于全局相对来说谨慎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也说了 今年确实变数 宏观的变数非常大 无论是国内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 还是说海外的这样一个变数 都非常非常大 现在美股我的理解只是说 刚刚开始放大波动 之后的一个节奏 可能会远远超市场的这样一个预期 如果在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 你要做全局的一个行情 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 包括在节前我们一直在强调 你究竟你在未来市场当中如何胜出 是取决于选边站在哪里 一边是赛道 一边是稳增长 这样一个表述 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很久时间了 差不多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 具体的一个结果 大家也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们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判断 今年做多的方向异常的清晰 但是今年的这样一个变数 全局的变数又异常的多 这时候是需要进行 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深度思考的 所以在现在这样一个卫士 要给大家建议的话 我的建议依然是围绕稳增长 稳增长不会只有旧基建 还是这么强调 它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 这样一些发散的一个角度 可以进行我们说短期估值台胜的一些领域 一定会有 所以未来还是说思路去决定 你到底选边站在哪里 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的建议是赛道如果有反弹 降舱 然后稳增长如果有调整的话 再做更多的这样一些扩散 再去做这样一个加舱 那其实杨俊教授刚才俊称的这个观点 短期加不加仓 仓位往哪加 如果有变化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客观详细了 这是他个人的观点 其实从现在来看 大家纠结的地方说 如果加仓 我到底是均衡配置呢 还是快速调仓 我觉得这是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 因为从普遍轮番下跌 整个市场成压以后 在这个位置当中说 哎呀 机构肯定调仓了 那我是不是也要跟着调 快速地调 还有就是 如果说接下来整个市场 是一种均衡格局的话 那是不是又要回到均衡的 这个话题当中了呢 这可能是也要做一个选择题的 您的观点 我觉得就是大家 刚才俊称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说好像公务必须要砍 刚才俊称是原话是 我就不纳闷了 他干嘛要砍呢 他可以进行一些对冲 是吧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他还干嘛要砍呢 就是 而且公务它的这个特点 它不是有这种 像斯牧那样的一个 非常鲜明的 这个 就是有一个平常线 或者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说 这个公务 这个砍 这个前提把它去掉之后 我觉得就是 大家可能现在被那个牛尾巴 那个一跌 好像搞得有点吓怕了 事实上我要说可能心态 我们是没有跌到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是个挺好的位置 那么慢慢反弹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再恐慌呢 我实在是有点不太明白 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样一个喊仓的一个动作 其实在去年春节三四月份跌完之后 我们当时是非常乐观的 在节目当中 为什么 那时候他们手上有子弹 因为从相对收益的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一定会死守手上的一些品种 相对收益的背后 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规模的一个诉求 但是如果到今天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去年四季度加仓的方向集体受重创 并且他们对于赛道的这样一个持仓 已经来到了历史的极致 历史最高的这样一个位置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 他们又没有躲过一月份的这一波下跌 因为我们说过一月份 根据我们对于持仓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观察来说的话 更多是来自于绝对收益者的 这样一个砍仓的一个立场 他们的这样一个降仓 所以现在其实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 他们很受伤 如果反弹之后 为了这样一个相对的收益 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因为当整个市场处在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向上的这样一个空间当中 他们一定会选择继续守候 但是如果当觉得大事不妙 或者宏观的不确定性 异常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接下来我的判断就是 他们会出现反弹之后的 这样一个砍仓动作 到底是不是对 其实我们可以再往下走着看 但是如果去年我的判断是对的话 那我很有理由相信 我对于他们的这样一个观察 从他们诉求的一个角度 从相对收益的一个角度 今年我也能做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他们会砍仓 就是我想来补充一下 首先第一点 我看到的数据 就是公募目前的仓位是80以下的第一个数据 所以并没有说到什么淡尽粮绝 因为这个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 就是我们要把赛道鼓跟武林 这些就是基本的配置要区分开来 我认为武林其实这个位置是不高的 赛道鼓的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要说公募手上并不是全是赛道鼓 他们不是满仓这个新能源是吧 我们这个要分开 它可能只是很小一部分仓位 而大部分仓位是在那个武林里面 或者说是在三百里面 所以这个砍仓不是那个概念 它可能只是调仓换股 换了一 它可能百分之一的仓位而已 可能不是说把那个武林都砍掉 这是这个事实上 对整个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这是我说的这个 就是这个第二点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 其实就是整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这个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具体到是什么这个股 是赛道股呢 还是我们说的基本的配置 武林这种 这个必须要有分清 如果就砍仓把他们都砍了 那么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但是如果在资金下 就是相对还充裕的情况下 我认为八成以下还算是比较充裕的 就是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它进行一些这个 就是那个赛道股 我们是不能参与的 这个它反弹之后你也得出去 这个我们同意 但是它大量的配置 还是在相对来说 估值比较低的上面 所以我们说不能够一刀切 都认为全都是新能源 就是那种已经长高的 我觉得这样要区分开来 其实我觉得刚才 俊称的这个表述是从行为学的角度去考虑 是吧 是不是 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区分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执着于他一定是砍谁 但是我知道赛道如果仓位这么重的情况之下 他们一定会砍 并且的话 如果要看多上证武林的话 我觉得今年核心的一个主导力量 并不是在于公务的一个观察 而是在于类似于雇收家 类似于险资 他们这样一些新增的 这样一些市场边际增量资金的这样一个观察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视角 其实并不冲突 我觉得不需要在这方面去争论太多 我要说的就是 他们的这样一个砍仓行为 可以对市场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赛道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下跌的话 整个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并非是不巨大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手上 其实你要说 他们有一些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并没有 所以其实为什么说这档节目 是展现给所有的一个观众的话 一定是要考虑到 现在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哪些方向 更多的去在这方面去做出这样一个建议 那其实刚才像杨剧教授所提到的说 像机构也没有打满 还是有空间 手上还有一些东西 其实偏古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仓位了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 没有增量的一个子弹 这是非常要命的这样一个现象 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一月份 伴随着上振武林不断的一个走高 呼声300一个不断走高 当时一月份的这样一个募资情况非常非常良好 募了整体的这样一个差不多5000亿 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 他们手上可以动用的这样一个现金 没有动用的这样一个现金投存 是有4000亿啊 现在呢 所以其实我说的都是一些非常客观的一个情况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今年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怎么样去选择这样一个战队 这样并不矛盾 所以其实他们砍仓的这样一个主要方向 一定是前期仓位非常高的那些品种 在1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出 一定要对那些显而易见的高位的品种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这种小心谨慎到现在来说 按照我对于风险的这样一个观测来说 风险并没有过去 并且伴随着这样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不断的一个演绎 风险在后期还会再释放 那你觉得整个短期整个这种风险释放结束了吗 因为从承压到反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大家可能在套牢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去有赎回啊等等的想法 一旦接近他自己的这个成本欠 或者是稍稍翻红的话 可能大家从行为学心理学角度 他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赎回状态 你觉得这个事儿没过去 这个僵局没有打破 只有等这种赎回在市场当中再次出现 再来一轮的话才能过去 我印象当中很深 去年春节跌完之后 我们对于所谓的这样一个负向的一个反馈 对于可能出现的赎回超 我们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我是非常非常担心的 这种担心 我觉得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 已经是表录得非常清晰了 并且如果机构出现这种级别的 这样一个调仓的话 仅仅是调仓 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 也会非常巨大 不要以为价值就是非常非常安全了 他们在某些时间段 也会出现比较剧烈的一个波动 所以这就是今天想表达的 也就是说你是有市场 新老基建这个方向 可能会中长期会好 但是短期 你也别认为主板那么安全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说短期 我说的是中期 中期 短期我当然是希望整个市场反弹 给大家更多的去调仓换股的 这样一个时间点 我想刚才有不少朋友也在互动当中说 这个好像说完了以后 心里压力花又有了 我们在广告之后 再来深入的结合经济数据情况 和大家来分析一下 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 我们一会儿回来 我们一会儿回来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当下行情常常犯难 想抄底怕行情再下台阶 想换股 手中股票一身套 再看看又怕行情反弹踏空 怎么办 当下阶段 你更需要理性交易 盲目抄底 不可取 现在就将帮你解决问题的 底部思维交易法 免费送给你 从四大维度提升你的交易能力 现在立即拿出手机 扫描平板二维码 现在扫 马上就能免费领取 拿到底部思维交易法 你会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选出 穿越牛熊的低估值板块 教你快速找出 反弹持续性较强个股 同时识别出起涨点 还可以实时监测资金流向 从四大维度 助你把握当下行情 避免踏空 简单易学 尽快扫描平板二维码 免费领取 抢先使用底部思维交易法 早一天做聪明交易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丑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 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 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刚刚的这个结论还在啊 我们再来看看最新公布的一月份的经济数据情况 一月份物价数据显示呢 CPI PPI同比涨幅均有所回落 CPI同比上涨0.9% 略低于市场的预测1% 那环比呢是上涨0.4% PPI同比上涨9.1% 低于市场预测的9.5% 那环比下降0.2% 那由于PPI涨幅回落幅度大于CPI 所以两者间的剪刀差进一步在收窄 那我们还看到啊 这个国际油价啊 进入2022年之后呢 油价是一路上涨 出现了两轮大幅上涨 也在诸多利好之下 轻松地创出了 自2016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而过去的一周呢 涨势仍然是 还在继续地涨 本周一又上涨了 本周的周一 又上涨了2.5% 达到了近8年以来的新高 每桶在95到96美元 应该说这是最新的一些数据情况 刚才俊琛的观点就提到说 整个市场当中在这个位置 这个风险释放没有完毕 或者说大家要紧防 现在是提醒紧防再次的多沙多 那也有人说多沙多 已经有这个情况出现了 就是这个我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就是这个首先一点 就是目前总体来说 就是整个市场的财富效应 确实是非常薄弱的 这个其实事实上就是我们说 只要有财富效应的话 那么资金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市场 那么目前情况下 这个确实财富效应比较薄弱 那么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目前的IPO 而且尤其是山高发行 就最近这一周好像好一些了 很多市盈率降下来了 但是之前的话 山高发行比较有点离谱 比方说它的行业市盈率 和它发行市盈率差好多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 其实事实上就是对整个市场 没有这个呵护 整个来看就是那个注册制 然后我们让很多的好公司 能够上市融资 这是好事情 但是如果你给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 这边我作为一个学者 我觉得要强力呼吁 就是注册制 其实相对来说是 就是配对的是一个低的 或者说一个均衡的市盈率 所以我们整个市盈率发行 也要跟这个相匹配 那么这个市场才是良性的一个市场 你不能发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高的市盈率 然后可能很多都开盘 它就直接套住了 所以这个市场的这个氛围 就是说这个或者说财富效应越来越差 所以君臣刚刚提醒的 也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整个 它没有查财富效应之后呢 就是这个长期资金 进入市场 它就会相对比较少 而你的这个新股供应 却没有停止的再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供需其实是失衡的 这是这点其实我是认同的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 就是存量市场上 其实也有存在这种情况 这是我说 就是对于市场的判断 我们其实也是要走一步看一步的 不是说这个 但是我目前我觉得 就是这个 刚刚杨子老师其实也说到了 这个我们的红黄数据 其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变化 我再来补充一下关于原油 因为那个确实原油 就是刚刚杨子老师也说到了 最近这个几个月 长得非常的快 创了一个新高 我想说我们把时间再往前回一回 回到2014年的5月21号 大家可能已经忘了这个时间 2014年的5月21号 就是许总和这个就是去 对就是就是我们的市益大单 那个时候价格是105美元一桶 这个目前的氛围 跟2014年的氛围非常相近 在就是前几天也是发行了 就是也有一个能源大单 对OK 所以就是说那么就是包括美联储的紧缩 也是在2014年的年底 2015年开始加息 目前就是这个美联储也是在加息 所以我们看同样我们说历史的非常的巧合 那么在2014年的2月开始 原油出现了一个就是几乎垂直的下跌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展开了 我想说作为一个宏观驱动运输最强的 这么一个大宗商品 然后就是原油 几乎是美轮商品里面最后一个见顶的 所以就是我在开场的时候 也跟杨老师就汇报过了 就是我初步认为那个原油可能是一个顶部 刚刚就结合我们的宏观数据 CPI PPI都是这个仰大差是缩小了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就是随着原油的这个降低 联储的升息 所以它这个自然而然就形成这么一个逻辑链条 会抑制商品的这个涨价 然后这个价格会回到合理区间园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整个国内的货币空间还是很大的 国内货币空间比那个就是国外要大 整个我们的政策的这个手段还是很多的 所以我目前情况下 当下我认为其实就是不悲观 来 刚才我们在互动当中 有不少朋友有问到刚才俊申的这个观点 就说在这个市场可能还会存在 这种砍仓多杀多的这个概率到底有多大 就是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大家都把这个焦点聚焦在新能源上 因为说可能去年配新能源最多的 会不会是新能源问题最大 这些问题我们在广告之后 继续给大家做互动回答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希望在这个时段通过抖音快速 还有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 我们一会儿接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 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通过三部 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经典耐用的 传统指标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排除部分盘中 虚假信号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里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 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通过三部 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 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 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 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里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好 欢迎回来 那欢迎回到互动当中 俊臣刚才你的这个观点 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讨论 就是现在还有 这个多沙多的可能性 到底有多大 如果有会不会集中在 新能源赛道当中 其实我很少会去说新能源 包括去年12月初 我们提示风险的时候 我们也只是说 肉眼可见的高位的品种 让大家小心 到现在我就是用赛道吧 就用赛道吧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是 如果你前期有品种套牢的 赛道当中有套牢的 短期你不要着急去割肉了 先等反弹 先等反弹 赛道等反弹 对 赛道短期等反弹 但是反弹之后 我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下降仓的一个动作 一定要降仓到你足够舒服的这样一个位置 不要去再做这样一个孤注一致的这样一个博弈 我认为在之后机构出现这种 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友好的 这种负面的这样一个正反馈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什么叫负面的正反馈 负向的这样一个正反馈 这种概率是很大的 就是所谓的机构的互砍 在赛道当中发生的概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其实不是来自于 仅仅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风格切换 所谓的这样一个政策调整 还来自于海外市场 这样一种风格的这样一个投射 所以无论是内还是外 本身来说就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 占有一个绝对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 另外的话 今年下半年是一个对于相关赛道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时间窗口 他们大量的这样一个再融资之后 新增的这样一部分产能 究竟是能够转化成营收和利润 还是会拖累整个行业 进入到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其实是机构投资者接下来 会是非常核心会去考虑 进行评估的这样一个因素 所以我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赛道品种如果有反弹的话 考虑降仓 这是再次的温馨提示 是是是 来看看余力 余力有刚才不少朋友说 今天余力来讲期权 也关注了一段时间了 那如果说这一波行情 我们用了期权策略的话 能避免多少市场的回撤 有没有作用 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段时间 从我自己的实践的角度来说的话 最后的结果就是 削弱了指数一半以上的回撤 那么我今天也带了一张图 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 就是拿了一个 二月份的一个认估期权 因为认估期权有很多党型权价 我就选了一个 那么这不是这张图 另外一张 是这张吗 对 这张图就是某一个认估期权合约的 日线走势图 那么我就从去年年末 一直截到了今天为止 那么其实从这个图当中 我也标了几个十点 包括去年年末的时候 包括在1月18号 就是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 还有就是年前的最后一天 还有就是现在 那么这个时间点当中 可以看到一张认估期权 大概是在这波下跌当中 是从400块左右的价格 最高在节前是涨到2000块以上 那么现在因为指数有所反弹 它的波动率也下降了 然后标题价格也上升了 所以它的价格就回落了 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 指数 护生300这个指数 最大跌幅达到了接近8%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算一笔账 一张400块的期权 在年初如果是配置的话 那么涨到2000块 我们算它是5倍 那么500%的涨幅 你大约配1%的仓位 就能产生5%的总资产级别的收益率 那么指数跌了7点几 所以你能够覆盖掉 一半以上的回撤 就是整个在节前持有不动的话 可以覆盖掉一半以上的回撤 这就是它的保险作用 应该说今年年初到现在 它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也是接着刚才的问题说 说到就是这个公墓 它会不会抛盘这件事情 公墓抛盘这件事情的话 首先目前国内能够参与期权交易的 主要是私募 券商自营和公墓里的专户 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 公墓的基金里边有两类产品 一种是公墓产品 也就是可以公开募集对外发行的 还有一种是专户 是针对高净值的定制的 那么现在的话 公墓能够参与期权的 基本上都是专户 公墓产品 由于这个管理层的一些限制 目前没有开放 所以说公墓基本上 它都是个纯多头的情况 所以说公墓要去做一个风险防守的话 现在目前是指望不上期权 它只能降仓 而公墓的专户 我们做的这个公墓专户 它是可以用期权去做灾难性的防守的 所以说从抛盘的压力来说的话 如果说这个赛道股 还是成为下一条主线的话 那会减小它的抛压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公墓盘 它没法用对冲 也只能用降仓的方式来 消化这个自己的风险 也就是说你同意俊称的观点吗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来看看明日市场前瞻 他们的市场判断 我们一会儿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内部消息 立好 快买进 我哥说 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我买出 放弃出 我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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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看透行情更安心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 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上海整装 假装开工计 装修正当时 如果您有装修需求 请赶紧拨打 430-338-338 或扫码预约 来上海整装 30家直营门店 现场看特色工艺 实际展示 百名广受好评的金牌工厂 整装待发 为您家保驾护航 装修的业主 还有大件好礼相送 送10999元 老板厨房三件套 送6999元 美帝对开门冰箱 送6999元 小天鹅滚筒洗衣机 送5999元 大金挂壁式空调 送4199元 林伟人气热水器 送1699元 磨垃圾粉碎器 优先安排工期 早日放心 祝新家 好装修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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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万事大吉 由中国工商银行 携手故宫博物院 献上祥瑞好物 百遍吉士 祝福心碎起风 万事大吉 万事大吉 由三部分组成 大吉 以万字节千细 大吉葫芦挂件 拧结葫芦 柿子的吉祥美意 献上一份万事大吉的 新年祝福 本产品在公行各大网点 及容易购公益 金行加旗舰店 均有销售 国是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国是家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欢迎回来 雨丽刚才是说到五月份 就是你这个价量波 是观察到五月份 对吧 好 那我们节目最后 一起来看一下 九方之头所提供的 投资者教育小短片 基金股票和债券有什么区别 一 反映的经济关系不同 股票反映的是所有权关系 是一种所有权凭证 股票持有人是公司的股东 债券反映的是债权债务关系 是一种债权凭证 债券持有人是公司的债权人 基金来反映的则是信托关系 是一种受益凭证 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基金的受益人 二 所筹资金的投向不同 股票和债券是直接投资工具 手机的资金主要投向实业领域 基金是一种间接投资工具 所手机的资金主要投向 有价证券等金融工具或产品 三 投资收益与风险大小不同 通常情况下 股票价格的波动性较大 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品种 债券有较为确定的利息收入 波动性也较股票要小 是一种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品种 基金的投资收益和风险 取决于基金种类以及投资的对象 由于基金可投资于 众多金融工具和产品 投资风险被分散 是一种风险相对适中 收益相对稳健的投资品种 九方之头提醒您 掌握交易规则 控制风险 做理性投资人 每一次期待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规划出台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 体系最为完备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探索 存在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市 科技强货目标的科创板 在上海落 平稳运行一年后 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每一次前行 推出三十条具体措施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新融十六条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 在上海成立 每一次突破 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 沪港铜终于承担落定 未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每一次选择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原油期货在上海 上海金的落地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 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每一次托付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遗食住行 安居乐业 每一次守望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新收入 守护好百姓的钱贷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卖搏上海 我怎么总是选不到好股票呢 前几天你不是才买的价值股吗 这不是走得很好吗 别提了 跌一点我就卖了 我看你不是不会选股 而是看不懂主力资金流向 主力资金没撤就还有上涨的机会 尤其是趋势走强的个股 回调一两天就是正常的 可是我看不来啊 那你试试风火战法 这个战法是专门用来帮助捕捉建仓加仓信号的 火炬是进场信号 火炬是加仓信号 简单好用 还能从热度和资金流向方面 帮你研判个股趋势 那要在哪使用呢 扫描这个二维码 马上就可以领取一份风火战法 里面不仅有详细的使用方法 还有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是微信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吧 嗯 现在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 就能领取风火战法 好不好用 试试就知道 松江上海之根 龙凤家居工厂直销中心震撼登场 一站式家居构旗 龙凤家居不只是经典和时尚 更为您带来健康舒适的幸福生活 让你购物省心省力高性价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